变形记农村女孩抱怨父母外出打工 等着她一个月的生活费网友沉默了 最近一期的变形记正在播出 这一期也是这些年来最有趣的一期 并非是讲述每个家庭的孩子 而是把所有孩子都放在一起 时间也从当初的半个月拉长到两个月 可谓是让他们彻底感受到不一样的生活 在这里面不仅是城市孩子有问题 三个农村孩子也有很多的争议 尤其是九妹 这一期唯一的农村女主人公 这一期的农村主人公有三位 两位男生一位女生 他们刚开始见面的时候就很不和谐 当时因为来的人比较多 所以城市爸爸打算换一个大量的房子 这样更加方便居住 当时三个农村孩子就在猜错这么做的背后意思 两个男生认为是 因为女生出现的原因觉得她有点多余 而这个女生也不好惹 觉得是因为两个男生不爱卫生 这三言两语间就吵起来了 这位女生也是哭着要离开 最后被爸妈挽留下来了 这个农村女孩其实有点自卑和敏感 她从小就是自己一个人生活 父母常年在外面打工 父母偶尔会回来 但父亲回来的寸数取之可数 所以她从小就缺乏父亲的保护 三更加缺乏安全感 在这个女孩看来 自己的父母没有给她最够的爱 她也经常抱怨自己的父母外出打工 不买自己 而城市爸妈让她去店里帮了一天的忙之后 她才明白 其实父母在外面赚钱打工 可不容易 她也慢慢的理解了自己的父母 通过了解 只有我们才知道 其实她的家庭条件并不差 已经是衣食无忧 而得知她这一个月的生活费之后 网友都沉默了 她一个月有500块钱的生活费 作为一个小学生 其实已经完全足够 而她在抱怨父母外出打工的时候 网友发现 其实不管是农村小孩 还是城市小孩 可能心理条件都并非是最重要的 父母的陪伴 才是让孩子健康成长的重要原因 即使这个农村女孩家中并不贫穷 但在她脸上 始终看不到真正的自己 你们有何开发呢